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 我们现在就连线追踪世界各地的记者 对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反应 首先请驻北京的记者叶冰 为我们介绍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反应 叶冰你好 你好 保身 中国政府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已经公开做出了任何反应 是否祝贺川普当选 是的 保身 那么刚才呢 新华社就发出消息 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已经向美国大选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他用的是特朗普 我们还是称他为川普 向他发出了贺电 那么在这个贺电呢 习近平说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最大的发达国家 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呢 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 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 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那么他还说呢 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是符合这个国际社会 普遍的期待 习近平说呢 他高度重视中美关系 期待着同川普一道努力 秉持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原则 拓展两国在双边地区 全球层面各领域的合作 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 在新的起点上 取得更大的进展 更好的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与此同时呢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也致电川普的竞选搭档 麦克彭斯 就和他当选美国副总统 那么中国的有关专家 对川普未来可能实行了外交政策 有什么样的评价吗 关于这一方面呢 就是在北京这边的 不光是专家 还有许多的这个民众 比方我们今天到美国大使馆 去参加这个观察 美国大选开票的这个过程 很多人都感到这个川普当选的 这个结果呢 很意外 因为什么呢 美国主流媒体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 一直报道说是这个 克林顿会赢 几乎是一面倒的 做出了这样的预测 那么有关专家也说呢 中国政府呢 也不一定就是做好了 周全的准备 就是说这个迎接 川普时代的到来 那么中国政府方面呢 直到今天下午三点多 还没有做出正式的反应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呢 在记者会上呢 只是说中国政府准备 同美国新一届政府合作 那么随后呢 我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 美国研究所所长 梅仁毅教授 他说呢 川普上任后 会侧重美国国内 特别是经济方面 他说因为是这个川普呢 是一位企业家 他很务实 那么他说 美国的盟国呢 就很难在川普的领导下呢 这样一个政府呢 再获得美国的 无偿军事保护 其中包括日本啊 韩国啊 欧洲 等等 他还表示呢 说南中国海的问题呢 美国方面呢 可能不会再像 之前的奥巴马政府啊 那样咄咄逼人 就是说对中国方面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个 梅仁毅教授的这个分析啊 他是这样说的啊 这个川普政府呢 一上台 太大的调整呢 一下子可能还不会 不过呢 他认为这个川普政府呢 不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呢 逼得那么紧 不停地在这个 派军舰啊 或者派飞机过去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注意力呢 放到别的地方去了 放到他的经济问题上去了 从他的竞选讲话中来看呢 川普呢 是不想在国际上到处插手 那么我就问 梅仁毅教授 说这个萨德环导系统的命运 在这个韩国部署的那个计划呢 会怎么样 那么梅教授就说 萨德的命运呢 他估计啊 可能会比较玄乎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本身 也搞的是乱七八糟 也就是他指的是 朴槿惠总统 目前面临的这个 公信力的这个危机啊 他说呢 这个美国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估计呢 美国不会那么积极 在全球事务上 去这个 起到以前的那种 这个主导作用 那么他认为呢 就是所有的国家 就是包括欧洲啊 日本啊 韩国啊 以及东南亚这些国家 都要这个重新调整 自己的战略 好的 好的 谢谢叶冰 刚才是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叶冰 为大家介绍 中国方面对川普 意外胜全的反应 都是美国之音的反应 我认为您的反应 我认为您的反应 就是那个 向下来的反应